Hello,大家好 今年开春到现在呢 因为有疫情的关系 所以出门的时候 可以看到有很多人都会戴口罩上街 我觉得没有戴人反而变得有点土 没有错 而且学生族呢 也迎来了最长的一个寒假 在还没有太多案例传出来的农历春节期间呢 除了穿新衣,戴新帽之外呢 当然也要扩通我们的纸胶带馆藏 所以我是有参加两场市集 而且都有戴口罩来做好自身防疫 巴巴拉巴巴 现在看到是在1月28号大年初四 我到华山去参加水水艺术节 那其实那一天呢天气状况没有太好 我到现场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飘雨了 所以我就是很匆忙地赶到 我要购买商品的店家里面 赶快消费,赶快离开 那这一趟呢 我主要是购买先前 描心达出的我还没有买到的新品 哦,这就是这个熟面口 对,很熟悉的名字 先来看到第一个是叫做 纯白假期 这一款呢是自带离行纸 然后使用白色颜料印在类似那种 描图纸材质上面的作品 那它上面呢可以看到有一个 感觉很活泼的北极熊 一些植物蝴蝶等自然界的元素 这种材质的好像在你的纸 交在大楼里面比较少看到 对,这种材质我因为我很少买 所以我想说一定要来扩充馆藏啊 稀奇稀奇 再来这一组叫做水彩渲染 也是我先前很想买 可是没有买到的款式 所以这一回就把它手刀过入 那这四种颜色呢 你可以看到的是它比较冷静沉静 真的有一种沉稳的感觉 我好像可以蹲免了 那你就睡吧 嗯,不要 我要出去打扰大家 那像这个它主要是冷色调的绿所构成的 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些山坡啊 树木这种比较明确的物体形态 那这个蓝色的心线搜集侧呢 除了星座之外 还有这种QQ的线条 那种预动感 我觉得这可以跟着预动 咖啡色这一款呢 使用泼墨和晕染的技法 就很像是那种咖啡字 还有一点点复古的感觉 最后这一款黑色纸胶带 我们一样可以看到它是由那种线条啊 还有云染色块 圆点所组成的 可是仔细一看哦 可以发现它里面有小猫的脸 这个系列拿来做手帐或是卡片平填呢 会有非常好的效果 再来呢 是我第一次购买商品的创作者 叫做秘密猫猫会创作 这品色很可爱呢 对啊,它的产品也非常的可爱 我们会看到这一个是 在彩虹色系当中有一个闪亮亮的猫咪形象 还有这个就很简单 它就是很多不同小狗所组成的纸胶带 那上头呢就有像科基啊柴犬 还有哈士奇这些小狗所组成的 不管呢你是要把它拉成一条纸 提起来宠网上面或是要把它剪成一只一只小动物 它都非常可爱 那请送我一只哈士奇吧 好的,那我听你额头上 接下来是2月1号的时候 我第一次到嘎啦嘎啦市集 那这次经验呢让我有点吓到的是 因为我排队要进场 就等了大概一个半小时 今天最近在排口罩也要狂了一只一个 没有错 所以我在排队的时候呢 我就已经设想好说 我要去找哪一位艺术家来消费 那第一家呢就是我在去年 我好几次市集 都是排队排到天荒地老的茄子先生 但这一回终于被我排到了 我就购买了这三卷作品 那这一款呢是自带离行纸的PET纸胶带 我在网路上有看到很多人分享过 它特别美特别好看 上面还可以看见有一种花麦的花瓣啊 还有叶片的鸭花样态 搭配一些很优雅的手写英文字 好像说连我们这一种手镯 艺术感不强的人呢 也可以贴出很有艺术感的作品 我觉得这个风格呢 应该算是很精致的 大概是一门时尚的艺术 再来要介绍的是这一款 不晓得您有没有使用过底片肌呢 那它上面的文字设计 还有一些配色的搭配上面啊 都会让我想到 在使用底片肌的时候会看到的胶卷 这卷我很喜欢它的色调 又有一种你叫摄影师 然后带着相机去流浪的那种热门感 那再来这一款呢 它主要是走一种 黄褐色的色调风格 那上面还有一些像是 老旧书刊啊 以及英文的手写字体这一些搭配 所以呢 如果说您的手帐 或是卡片作品 想用走那种拼贴啊 复古风的话呢 就非常适合来使用 或是也可以来一点 现代都复古的艺术套装 如果您拼得很好看 也可以试试看 再来是我们之前购买过的 曾诺里的作品 那这一款呢 它也有一点小温馨 小可爱 小清新的感觉 那你可以看到它这上面 不管是人物啊 小动物还是花草树木 都充斥着 金平糖的颜色 很清新也很迷人 然后这一款呢 是在去年 我和朋友金有去的文国会上 有一款雪国动物 是有相似的款项 它叫夜歌 同样都是使用 比较少的颜色来描绘的 那这一款夜歌 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在于 它这一种黑 具有一种铅笔的笔触 那旁边有点缀一种 暗色调的橘红色 这样这一些建筑物啊 还有小花小草 都呈现一种很安静 很相合的感觉 我觉得很多纸胶带的命名 都命名的蛮好 整个氛围抓得很好 就是一门艺术 和夜歌同样是描绘夜晚的这一款 夜空飞行的猫咪 一样是用很简单的配色 它是深蓝色的底 搭配一些白色的线条 而且小猫咪在夜空中跳跃 还有流星划过天际 它凸显出来的呢 就是一个很活泼的夜晚 拍起来 接下来这位艺术家呢 我一直是有在观望的 这一次终于购买它的产品了 我们看第一个呢 这个作品 它是以粉红色和粉蓝色 还有线条来描绘出来的作品 上头的女孩子啊 感觉很清新很自然 而这也是我在描心大之外呢 我比较少数有购买到的 人物形象的纸胶带 那接下来这一款呢 其实在去年的文博会上 我朋友已经购买了 可是今年不知道为什么 在春节期间呢 我非常着迷于 油票造型的纸胶带 所以我就忍不住把它买了回来 你要不要感觉是挤油算了 最后这一位呢 也是我在网络上欣赏很久的艺术家 终于有机会来贡献我的荷包 先来看到这个作品 叫做新叶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配色 很柔和 上头天空当中是有星座的 还有小鸟穿梭在城市和树林当中 最对我演员的地方呢 是这些看起来好可爱的小房子 你不管是要把它单剪出来 还是直接拉成一排贴 各种搭配啊 都可以呈现出一种很温馨的感觉 我发现你还蛮喜欢这种 有晚上或夜晚氛围的元素或主题 对啊 我也还很喜欢有动物啊 或者是彩虹啊 还有少女啊 以及一些其他 各种缤纷色彩的东西 我都很喜欢 最后呢 来介绍的又是 油炮主题啦 前面我们看到的是由黑白色系和线条所组成的油票作品 那这一个呢 它是彩色版的元素啦 不管是小房子盆栽 还是我们可以常看到一些彩虹等图案啊 它都没有太浓烈 一样是很清新温和的色调 而且上面它还有设计油戳 看起来就更真实一点 而且它因为是油票造型 所以优点同样是在于 你要把它贴成一排 可以单剪成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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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使用 都非常的适合 你觉得超多油票款 所以我们这个是极油的主题吗 那这一次呢 再来要介绍的是这一款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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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现在很像古代 像很像个木梁水 嗯 不错啊 这支影片当中的试集 是我们在春节期间所参加的 近期竟然是要减少出门 那我们就改采网络购物的形式 来促进文创商品的消费 如果你也是文具控的话 欢迎留言和我们一起分享 还有按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不如大家就在家里看影片 不要出门吧 好那拜拜 拜拜